而现在已经年关将近了 有企业是做爱心不落人后了 长期间赞助大陆偏远地区学校的台商企业 他的第二代的负责人是带了一群的资助人 下乡去探视被资助的高中生 而且带领学生上了一场感恩课 风尘扑扑终于来到甘肃 一行人没有稍作休息 第一站直接来到学生家中 这三年我会跟你做一些书信的 一些往来跟对接 你有什么你不要把我当叔叔哥哥 你把我当好朋友 你有什么烦恼在书信里面直接跟我讲 跟同学画家长小平头黑框眼镜年轻帅气 他就是上海豪宅第二代负责人汤子佳 这一回来到甘肃乡下责任很重大 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一个行程 除了能够为平衡高中生 得到帮助之外 同时也透过实地的观察跟考察 了解当地的具体情况 看看他们在真实的一些帮助上 看看我们还能够做一些 做哪些更多的事情 原来是为了探视受资助的贫困学生 汤子佳带着所有资助人和学生们 并肩而坐 今天学的不是课本知识 而是感恩 大和唱感恩的心 企业卸出爱心 也期待社会学生 未来能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中天新闻最后报道